孩子流利的說著族語 唱著族語歌謠揭開今年度族語模範父親表演典禮 共有57位的爸爸祖父們獲獎 展現當代家庭延續族語的成功案例 有的透過寄歌 碎石劑 來提升聽力與口說能力 有的藉由科技網路增強書寫閱讀能力 我太太是漢人 他也進入我們哨子整個 這個碎石劑的核心當祭師 就是他必須要有那個語言的基礎 而且他也不知道的話 我跟他在調教這樣子 像祭歌還有我們祖靈祭 很像那個祭詞 假如說沒有很好的像族語的學習的話 他沒辦法背起來 而且我們現在有文字了 有呈現文字就會慢慢的學習 傳說給我們下一代這樣 然而語言文化的傳承 從家庭開始 阿美族的Rata表示 營造說族語的環境 是孩子學習語言的最佳場域 從原來的在學校再拉回到家庭 族語在家庭被使用是最重要的 透過父親節來表揚我們會說族語的爸爸媽媽 然後他的家庭也都說族語的話 我相信對我們推廣族語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歡迎8月8號父親節 圓民會表揚模範族語父親 已將希望更多家庭加入行列 甚至在部落的歲時記憶中 教會活動期間營造說族語的環境 將族語傳承給下一代 原始人感到我們要學家用台北市裁縫報導